悠悠會不會擔心之後 有一天孩子長大 他把他包成粽子吧 沒有 他五歲之前 都還是可以穿比基尼的 你很過分 那今天很特別 就是我身上的這一套 它是以蘭花為主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形狀 是蘭花的葉片 然後我們中間今天 主要的蘭花老師 還有三個把揮花 所以我自己覺得 那今天來看 他總共會考慮什麼 哪一個表演 我每一個都想買 他都說都帶走 每一個我都想帶走 那兩個是一天之後 在後面嗎 可以一下游泳嗎 安慰 他這麼優秀 我幹嘛要安慰他 他每一年都會入圍 每一年留可能都會得獎 所以就只是等而已 說好不提 你是後來才發現 你那一天吃的那個煤 對啊 好誘惑喔 對啊 我其實就是 那時候我一直分給旁邊的人 然後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突然就有人說 那個 忘了一吃 我直接真的 我在現場就跟大家道歉 我說不好意思 剛才都分給你們吃了 馬上轉頭跟我的那個化妝師說 下次戴粽子 不要戴那一隻 你先坐我可以進 來 來 好 我覺得誰大家都年輕過 在座如果有做父母的都知道 心臟要很強大 然後可能跟小孩的溝通 要非常的理智 他會提醒給妳就說 希望跟女生會保護 他現在是青少女 所以我覺得在他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是 彼此的尊重很重要 那我也會提醒他就是 就是要穿到自己舒服跟自在 所以你說保不保守 這個年紀的小孩子 可能在很多的社群網站上面 大家都互相會點贊 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只要不要讓自己 曝光太多 我覺得都算OK 他可能有想要吃到嗎 沒有 因為那天他其實是 學校的舞會 所以學校正好開了一個舞會 所以他們就會有特別的打扮 就有會不會擔心之後 有一天還是長大 他把它包成粽子吧 沒有 他 五歲之前都還是可以穿比基尼 一分過 對 對 你會說你不是睡眠過 再說 關於女兒的教養或者是打扮 我覺得媽媽比我更懂 對 我可能 只有在旁邊睡眠的部分 對 你常常靜雯姐也是睡眠的 還是老公睡眠的 我覺得是修 對 對 對 他真的蠻睡眠的 嗯 尤其修 很像教官 還有很多的規定 可能就是規範很多的原則 但是可能常常被我們幾個女生 都可以打破 永鋒探神放假日 Together A Better Life 一起來翻轉生活思維 讓探神放假去 偷牆演唱卡司 10月29號 告五人 唐仲文 曾佩慈 吳文芳 莫凡心 小宇 10月30號 懷特 蔡敏仁 艾儀良 黃界 蔡佩萱 永鋒探神放假日 10月29號 30號 台北松山文創園區 文化廣場 邀請你 Together A Better Life Together A Better Life Together A Better Life procrastinate Together A Better Life Together A Better Life